原來南四溪也很矛盾 來搞一下我們的石板凶 天氣還蠻好的 這樣子來搞一下 搞個兩個小時左右吧 搞這邊 做個干潔 搞十五尺 煮上去 風和日麗好天氣 下午都會下雷震雨 差不多就這樣子 我們現在搞定了 來用那個一般西浮標石板浮標 然後呢 配一號主線 0.8的紫線 那為什麼要配比較粗的線呢 因為那個如果種魚的話 我是盡量能夠把它起魚 然後解溝放魚 要不然你一般來講如果太細線的話 你斷線 那個鉤子留在魚嘴 其實也不是很好 因為它要密實 這樣子不好密實 它靠嘴巴密實 所以我就用粗一點的線 所以我們今天呢 用這一組的方式來搞它 好 那鉤子呢 是用金鏽三號 這樣子 那今天簡單 用我們的吐司 當耳就好 這樣就很好用 來 今天玩石板 搞點別的 走啦 出發啦 那鉤耳 小小一咪 這樣子 這樣搞就好 走啦 今天呢 因為水勢都比較小 所以今天呢 基本上說 水九糠 哪一個石頭大 哪一個洞多 比較深一點 就找那個洞 這邊掉一掉 就換另外一個洞 這樣子掉 也不是說完全是這個樣子 但是 基本上可以這樣子往 水糠點 哇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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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釣這個呢 就給人家水釣水放就好 來 來吃 這釣這個 不用搞得太複雜 把這些吐司 捏小便一點 包包一片就好 來吃 不來吃 其實基本上 18尺的話 比較不會胖 來 我們第一條石斑 喔 有了阿力 第一條石斑 不大 但是好玩 那我們現在就來搞一下石斑 還要玩一玩 來 現在水釣水翻 放遠一點 這釣石斑 基本上 散一下人營 釣起來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來 有沒有 好小石斑 來 放 換來一個洞 再搞一下 石斑都有 要躲洞洞 剛來的時候 石斑都躲洞洞 來 我們石斑胸 哦 有哪裏有哪裏 不錯 這石斑尺寸 這樣不錯齁 不錯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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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尺寸 不錯 這個尺寸 不錯 這尺寸 這個尺寸 不錯 你看 我做了尺寸 我們出尺寸 我們出尺寸 不用尺寸 可以 我們給它水釣水翻 出尺寸 你看 那圖式就很好用 不要用到 太複雜的東西 來 再種我們石斑 你看 出不 這樣 就水釣缸很重要 不錯 活潑亂跳 來 來 距離 保持稍微遠一點 來 準備 那水釣 小石頭動 來 中了便 中了 來 中了我們的中斑 來 小中斑 放魚 換一個點給它搞一下 那邊有 那邊有一區有 好吧 調整一點 它因為有水流它會吸進去 用這種方式來釣 唉 又來了 搶了搶了 搶了 丟阿 你看 有沒有 那個中斑 啊 漂亮 唉 來 鋼 鋼 石斑啊 虎花這一類的魚 多多會先躲動 給你釣 靜靜的釣一下子它才會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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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石斑胸 放魚 我看到下面有大石斑 你一斤魚就有米湯 你靜靜的釣一下子它就出來 哇 撞了撞了 你看 厚生生 你看 烤石斑 要玩點別的這樣很好玩 來 把解溝放魚 好 待會撞我們石斑 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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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中大了 大隻 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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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了就去,剪了就走,不要躲躲,不要躲躲 大斑 大斑,都那麼大隻 大隻要斑,要大隻 來,不敢截魚,放魚了 來,放魚了 水 在削的就走,所以你只要不要驚擾到魚齁 等一等就會中 來,我們到這邊 牠的蓋起來,鎖起來也是有 牠撐住,撐住,撐住 哇,你看 鎖起來都要躲躲,你看 這裡走,這裡走 撐住,撐住,撐住 哇,你看 來,滑斑 放魚 看,放魚 看,水 放魚 好大隻 哇,你看 這是什麼 來,放了我們大隻跨水 你看這個 跨水才好吃 你看,好棒 好大隻 好大隻 來,放了我們大隻跨水 來 我們現在換另外一個 那現在咧,到哪裡 好,這邊好了 好,這邊 看 我的鵝都這樣子 一咪咪 來了齁 來 有斑的 哎呦,好活潑,好可愛 來,放你 來了,撞 來了 還不錯的斑 來,放 出吧 塞尺都不錯 啊,看,石森都不錯 石森都不錯 來,放你 基本上那個吳司,不要弄太燙 真的薄薄一片就好 就咬到屁股 出動,大指板出動 哎呦,看 這樣又一隻 今天鑽摸斑 好大的石森 好大的石森 來了齁 再裝一隻大板 好大 你看,好斑啊 沒有 這麼大 還是很好,你看看 來,放魚 可以 到點以後,等一下捅這個糠 很好玩 對不對 有時候呢 掉溜鎖 有時候掉捅糠 效果就很好 好 搞對方向 就重連連 點一點 好 來 來 來 走 看 對不對 好,放就好 淺淺的就好 來,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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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還是蠻有力道 那今天呢 掉到這邊呢 也達標了 墨石斑 桶洞墨石斑的 達標了 所以我回家